明天男头部受伤后性情大变 为了取悦爱人化身杀人狂魔 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 加爱楼匠的一千种司法 上一期节目讲到警方逮捕了 假冒杀人魔绝目的大野 真正的绝目仍然逍遥法外 小春来到大野家视察详情 却意外遇见了开动案的受害者蜀田 蜀田没有说话 而是奇怪的吻了小春 之后就迅速离开了现场 反尘路上 小春开始反复思虑这件怪事 为什么蜀田会出现在大野家门前呢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真正的绝目 为了确认假的绝目被抓 而来到现场 如果说蜀田就是绝目 那他在看到小春是不是应该立即逃走吗 为什么又会奇怪的吻了小春呢 小春认为这是因为蜀田脑袋开动之后 他的情绪和动作出现了导致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警察在最暗现场 一直找不到绝目的杀意粒子 因为他在杀人的时候 产生的不是杀意 而是爱意 而刚才的那一文正好相反 其真实目的是对小春产生了杀意 想通这点后 小春和松岗再次返回了刚才的接吻地点 果然在那里找到了蜀田的杀意粒子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啦 王湘宇构建好蜀田的井 鸣嫖再次潜入井中 蜀田的井是一栋悬空的房子 加爱流匠悬空在房子里头 周围是晕开的血迹 这一次鸣嫖很快就破解了案件 加爱流匠在失重状态下被刺杀 他的血液应该是四散飞溅才是 现在血液被贫固在半空中 说明凶手在血液下方隐藏了秘密 鸣嫖扶下身来 果然在血液下方发现了一名陌生女子 分析员对女子面部进行分析后发现 女子的面部正是由之前 掘墓案的六名受害者组合而成 所以蜀田应该就是掘墓 井内的鸣嫖开始继续声外案件 他询问陌生女子 杀害加爱流匠的罪犯去了哪 陌生女子回答说 罪犯正在和妖怪战斗 鸣嫖来到福岛下方 发现女子口中的妖怪 居然就是约翰沃克 这个神秘人物再次和连续杀人魔 扯上了关系 鸣嫖尝试向沃克发起攻击 沃克却迅速撤离了现场 井外头的分析组那边 此时发现了新的线索 他们在悬空的房间内 发现了蜀田的初中照片 其中有一位名叫井波的女同学 小春和松岗得知信息后 立马造访井波 井波对小春投射的脑洞似乎很感兴趣 还有好的帮他擦拭了新的血迹 小春则趁其向他询问了一些 关于蜀田的情况 不过都被井波敷衍过去了 小春仍不死心 又来来回回试探了井波一番 最后终于确认 井波才是真正的绝目 而蜀田不过是井波的工具人而已 井波被拆穿身份后 不仅没有否认 反而大方的承认了 自己就是绝目 一直隐藏在暗处的蜀田 见井波身份暴露 暗中朝小春发起了偷袭 好在一旁的松岗反应激紧 替小春挡下了飞刀 蜀田眼见偷袭失败 再次藏了起来 小春和松岗躲进蜀田的视线盲区 故意唱起对手戏 假装要处决掉井波 楼上的蜀田听见枪声 果然失去了理智 他一跃而下 朝小春发起了正面进攻 小春连射束弹 却被蜀田一一逼过 最后 小春顺手抄起一旁的小刀 送蜀田领了盒饭 工具人蜀田领死前 也没忘记表达他的杀意 小春在这边破案之后 明嫖也在井内找到了被沃克斩断的蜀田 蜀田一直呼唤着井波 但是井波却只是远远的看着 明嫖过来询问蜀田 是否要将井波叫来 蜀田却说不需要 只要井波能听到自己的心声 就足够了 剧情进行到这里 蜀田的动机差不多是清晰了 尽管井波不愿和他静静 但是出于对井波的爱意 蜀田还是选择了成为井波的工具人 帮他制造了一系列的杀人事件 而真正的爵木也就是井波本人 又为何要杀害那些受害者呢 为了弄清井波的动机 明嫖来到了井波井内 井波的井是一列行驶的电车 下矮流匠被人刺死在座位上 列车走廊上 燃满了凶手逃走时的血印 明嫖顺着脚印一路追寻过去 之后在一个路口处 发现了六名爵木案的受害者 这也说明 井波确实是真正的爵木 赖道的分析员拆找资料后发现 井波的母亲在他14岁的时候 选择了卧鬼自杀 当时的井波恰好就在那趟列车上面 所以井内的列车 应该就是撞死母亲的那趟车 很快明嫖就顺着血印找到了井波 不过从井波的样子看来 他并不是杀害嘉爱流的凶手 明嫖比对了地上的血印大小 发现那其实嘉爱流自己留下的 所以嘉爱流应该是自杀 这也符合井波母亲自杀的事实 井波乘坐的电车是一辆缓醒车 每当电车驶到下一站时 就会重复电车撞死母亲的过程 这其实是因为母亲的自杀 扭曲了井波的心理 让他从一个业务死亡的人 变成了一个喜欢看人死亡的人 所以绝木案的几位受害者 都是在影像直播中去世的 这其实是为了满足井波的变态心理 除了嘉爱流和井波本人 明嫖还在电车内发现了薯田的身影 两人坐在通道两侧 而不愿有进一步的靠近 这其实也是因为井波扭曲的心理所致 因为心理扭曲 他无法和薯田靠得更近 但是开动后的薯田 由于情感导致 反而对井波有了更多的理解 所以心甘情愿的成了井波的工具人 两人对于彼此之间的心意都很清楚 只是因为心理上的导致 而彼此选择了圆圆守望 也算得上是一对痴男月女了 绝木案至此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不过案件再次引出了约翰沃克这个神秘人物 为什么每个连续杀人魔的井内 都会出现沃克的身影呢 分析小组对此也是十分困惑 难道说是沃克暗中操纵了这些杀人魔 制造了这一系列的事端吗 通过潜意识来控制对方的行为 想想也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但是想要潜入对方的潜意识 那就必须通过警方的网向女装置 而网向女本身就是一项机密装置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玩意儿 所以很可能这个约翰沃克其实就是警方内部人士 而且是有权利接触到网向女的核心人物 当然这也只是分析小组推测的一种可能性 沃克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绝木案结束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松岗在他案中发现了小春的侦探才华 还有他那柔弱外表下的杀意冲动 于是将他推荐给了局长 让他成为和名嫖一样的名侦探 小春对此自然是欣然隐许 那他是否能够胜任几位变态的名侦探角色呢 这就是下一期的故事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本期解说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长按下方点赞支持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